小朋友早 老君早 好 今天我們是要來操作這個 端頭的上面的希望字具的彩繪對不對 對 所以你們用具都有帶來嗎 風塞之後很多綠色的山都不見了 變拉梨頭 變咖啡色的 那也沒有關係 也許我們幾年之後我們的山會更的變得漂亮 因為我們風災過後還有學校要搬遷對不對 等你們畢業了 你們如果回來可以在牆上 自己看到你自己寫的希望 還在我們的組合屋上面 希望往後六虧的觀光業發展能夠更順利 我希望有一個溫暖的家 我希望成績進步 還有手趕快好起來 我希望美麗的六隻烏龜再出現 希望我家的聯物能賣得更好 我希望六虧更美麗 海地大地震 全世界同感震驚跟哀悼 今天的在地觀點 我們要帶你到八八重災區 高雄六龜 雖然災後已經五個多月了 可是仍然可以看到大自然破壞的痕跡 就讓我們一起來關心 現在居民的生活 我們這邊種芒果的還有黑鑽石聯武 我們有的是披發到台北的果菜市場 有的是在路邊用個雨傘擺個小攤子 當時那遊客禮拜六禮拜天 車子很多 我們從我們新花村 然後村頭還有村尾 總共差不多快20攤的賣水果 那那個八八水災之後 你生意有很大的原因 差很多 因為我這邊一半都是在布朗溫泉 還有把來溫泉上班的員工 現在整個路段橋段 整個裡面的飯店 一些溫泉領宿 整個都沒有人了 現在他們都沒有工作也都很可能 只是說現在我們鄉公所 還有縣政委有那個八八零工 不然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喂 好,好,好,好 好,這樣就好了嗎 好,好,謝謝 不是欠錢需要工作 需要外面的遊客進來 因為我們也是有自尊心 你一直捐錢給我們 反而對我們自己也不太好 我們需要有一些遊客進來 帶給我們工作 機會我們自己賺錢比較好 餐廳 他這裡就在那裡 過火、再過火 過火、再過火 現在都全部流 所以我回到這裡 不會黑色 還不會炒的蛋 這本人也是跟人家拿的 我就都沒有人家 都老了了的 這幾個都長 那些都水潤 水垢也沒有水垢也沒有水垢 也沒有水垢 我怎麼整個這家人家的 加來他就說錢很多人愛 就過來我說叫我買了 我就買了 我平常是很樂觀 是說現在說就想到 這樣會老了 整片都老了了 這裡沒有水垢也沒有太好 不然沒有水垢也沒有人家 也沒有工作做 年輕人都沒有工作 就要再做 我不太愛這樣 不然沒有水垢也不知道怎麼 我就怎麼謝謝 很難的 不用 這幾個都沒有水垢 整個都沒有水垢也沒有水垢也沒有 我 пять買一買去 都是留他 還是買去 都多yeong 禍得留她 老家沒有伯父,不敢來看 客長,這個很痠,這個很痠 他有頭,吊在那裡,那個尾都沒有,像頭 我就是想說,剛這個頭一年,有政府補助 第二年,第三年,不知道要怎樣 如果我們想說,他能說,他能不甘,他能說 他能把這個態度打敗,這個很難 他的態度打敗,這個時候有些有機會 他感覺到他,他的態度打敗 他沒有問題 他沒有工作,他沒有夾他 他沒有聰明,他有聰明 他沒有聰明,他沒有聰明 一人 一些人,一些船尾都熟熟了 你看看一位老人,他才長五、六十年 你現在的老魚都不甘 自己都會這樣 心理、心理都會覺得 我住在這裡住在那裡 很不甘,他們都會來看 你看他的家庭,自己在那裡 聽說,那就是貼人說 他的心理會創傷 不然會有說 風災小朋友的房子 或是一些家長的房子 一瞬間就沒有了,就都不見了 被土石流掩埋 那學校的校舍是屬於圍樓 就是整個要重建 面對災變,然後又面對學校整個要變遷 所以我們希望說 我們不要讓孩子一直停留在那種 大自然無情啊 或是比較絕望的那個狀態 好,小朋友 我們都是夜光天使的小朋友對不對 好 孩子們,只要我們努力 牢章樹可以帶長出來 大樹可以帶芭芽 樓巾可以帶成縮 六龜呢,一樣可以尊身 好,我們今天已經來到天台山了 我們今天呢要來做 把那個你的希望寫在這個 上次你們自己做的磚頭上面 其實這個課程是上學期 我們就開始在做 學校的一個造紙藝術 那因為整個六龜 它跟林業跟伐木有很深的淵源 那這個是六龜一個非常重要的歷史 所以我們希望說 比如說芒果樹材質下來 我們是不是可以再環保再去利用 那我們是用廢紙回收再利用 然後做成一個希望磚 所以一方面希望磚 是希望他們可以寫出 他們自己心中的想法 要一邊壓一邊拍 其實大家一方面 大家都一直在注重整個重建的工程 那像六龜大橋重建 或者是整個那個便道搶空 那所以孩子的這一塊 他們的一些希望 是沒有你去注意到的 小孩子心靈重建這一部分 我覺得是很需要的 他們可以比較正面的去面對 整個大自然的氣候的變遷 我們可以看看這一塊土地 之後的一個重生的變化 我愛六龜小 這是我的希望磚 龍心國小孩子們的希望磚 讓我們看到希望 馬上就要過年了 NGO觀點呼籲 八八重災區的居民 有很多人還是沒有工作 沒有地方住 大家一起發揮愛心 寒冬送暖